8月5日 第七月 第七月 前面 第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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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次的報告很有意義 因為除了這個是 就是我對年級畢業前最後一個關於校園的東西 而且還可以學到很多 包括學校這20年間的變化 然後建築 然後教室流動那些 我覺得都是很難認可貴的經驗 可以學到這些一般不會結束的東西 然後還有謝謝想安老師 可以讓我們做這個校園回憶 做這次報告讓我學到很多 也讓我了解到正希國小這20年來的變化 而且雖然不是每一個建築物和景象都有變化 但我還是認識到正希國小 讓我這次畢業之後 就是可能想起來可能會更想念正希國小 然後也很感謝夏安老師還有我的組員 給予各式各樣的幫助 就是精快非常難得 要很謝謝我的組員 賴之眼還有姬璇 然後我的電腦很爛 然後他們都會幫我 很 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我們就要畢業 可以再多認識自己的學校一點 所以以後就會有更加深刻的印象 然後也希望以後可以和姬璇跟姬璇 再做不同的報告 然後繼續加深加光 我覺得我們這一次做的報告就是 對我們來說意義比較重大吧 就是因為我們在六年級最後一次 就是做這樣的一份報告 然後我覺得這一次做的報告就是 讓我們了解很多學校的生態什麼之類的 我在還沒做這份報告的時候 曾經一直以為群英樓 是跟我們四七樓的年代差不多 但是我是要做完這份報告才知道 四七樓的建造時期也才二十年 如果沒有做這份報告的話 我可能連學校的歷史都不是很清楚 首先我要感謝山函老師派給我們進行作業 讓我們可以有一個 練習我們團體運動精神的一個機會 然後也謝謝我們那個很配合的組員們 組員他們都很配合的跟我一起 去實景拍攝啊 來討論啊 做報告之類的 我們也很謝謝我們的攝影師 他幫我們拍攝了這次 這次報告的整個過程 也是他記錄下來 也是他做成影片的 最後我要感謝的是 只有班的活動 讓我可以有更多的練習的機會 也可以需要更多其他的知識 這次非常榮幸也非常開心 可以有這個機會可以學習這個報告 然後這次我要感謝兩個人 第一個是只有班的老師 夏凱老師 然後謝謝他給我們這麼多執照 然後還有許多報告的格式啊 這些 謝謝他讓我們學習這麼多有用的東西 然後第二個要感謝的是 這是我們的攝影師 記錄我們做報告的一些點點滴滴 然後也感謝他的專業拍攝 這是120週年的報告 裡面我學到最大的就是團隊合作 就我們那個小組三個人 就是會找機會合作 然後就一起拍攝 然後一起找資料 然後有問題就互相考慮 這是一個非常難能可貴的經驗 首先謝謝老師在最後一個學期 派給我們這項報告 在撰寫報告的其中最難能可貴的就是我們的小組的合作精神 有的人負責拍攝取景 有人負責撰寫報告 有人負責上網查資料 最後也謝謝指導我們的老師 向愛老師在我們作學報告的時候給我們的教導與聽名 也謝謝我們攝影師用心的拍攝 是我們畢業生的最後一個回憶 我們要把它做到最好 可以觀察到學校的許多細微的地方 我們用了許多工具來做這份報告 我們把它做到最好 希望以後還可以再做15年後的正希報報告 做完這次的報告我發現正希國小這20年間變化很多 只不過也有一些都沒有變得像百年老 這不按理 再亂床來這個不能這樣 好了快點 做完這次的報告我發現 現在正希國小這20年間變很多 像操場原本中間有游泳池 然後現在就沒有那 也有一些沒有變的環境 像那個百年我們學校的百年 榮樹以及李航 他們都算是普及 這次人做這個報告 都要感謝我們的老師 讓我們了解正希國小以前的 變脫 變脫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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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